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这个整个青磁的部分看得出来 其实就是受中国的算是龙泉 龙泉然后还有汝瑶那边的影响 那就这个气形来讲的话 其实他也是跟我们清代的 很多的气形有一些类似之处 我来介绍一下石柳尊 那早期明代的时候 他等于算是一个胖胖的花瓶 他比较高 那可是后来到了清代之后 石柳尊就是说就变成 已经有一点像是文房的概念了 所以你看像康熙的时候 像康熙的时候 这种其实就是算是水鱼嘛 那个就是文房里面放水的嘛 它也不会很高啊 大概可能十公分左右 这这么小 对 它很小 它是小小的 那像这种看得出来 它也都不会太高 都变得像文房概念了 那这个也是我们故宫里面的一个 白玉雕的石柳的一个水层 都很小 都很秀 所以这些大概都会变成文房 所以这种石柳尊 其实到了清代发展其实 因为它的寓意很好嘛 多子多孙嘛 而且造型又圆畔可爱 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材质 大概都有制作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刚刚讲文房四宝 这应该就算是文房四宝里面的 那张老师这是什么 这个我那时候说的时候 我在想它应该是 就是那个硬核 它算是一对吗 还是就是只是两个这样子 我想应该是一对吧 可是看起来好像长得一样吧 那时候它卖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对这样子 它就说要卖一对这样子 是 好 来 我们开一个 给各位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是硬核 可是里面都没有装东西啊 新耶 新 你就是没用过 还没用过 这应该要装一点东西 让它有点点那种年代的感觉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拿一个来看一下 那这个是漆器 对不对 我想应该是 其实我那时候收 我比较没有收像这一类的东西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西 还蛮漂亮的那个 就是那种中国红那个颜色 我很喜欢 所以我才买了收藏起来这样子 你这会不会买太贵了 这应该不算是古董吧 我之前我没有想到 最近拿出来 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塑胶盒 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可能应该 还不至于是塑胶盒 来 给各位看一下 它其实在那个漆器上面的话 有雕刻 然后雕刻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知道那个镜头上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 就在雕刻凹痕的地方的话呢 凹痕那个地方的话 有一层一层的 老师 你看得到吗 它的颜色 有没有看到一层一层的 是 有没有 边边那个地方 你看它凹下去那个地方的话 它有一层一层一层的 对...你这样讲 有看到了... 好 来 那个是关键 我去那个大陆看过他们那个 专门做那个漆器的 你知道那个漆器做真的有够难的 他们那个是一层 就是那个漆 就是漆素那个漆 他们取那个漆素下来 一层... 一层... 一直把它叠 叠出它的厚度出来的 然后再下去做雕刻的动作 对... 好 来 佩宇可以 好 你自己估呢 我想那个... 2万块吧 2万块 好 好 来 它买8000 其实如果是大陆的话 我真的觉得很贵 香港 我去那个工厂的银子 来 评估一下 好 这一个是漆器的一个硬核 对...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值多少 请见价 3000元 不要这样 我跟你说 我这个工厂看的是 我跟你说 这一个差不多100块而已 我该早点认识你 不过没有办法 你是去香港买的 对不对 因为合理合到很多外国人 他们本来就会有很多这种 中国工艺品 专门要卖给外国人的 对 那这一件东西还不错 它不是塑胶的 那它是木... 它真的是... 它真的是不是漆器 剃红啦 就是剃红漆器 剃红就是说 它是在木的木胎嘛 木胎上面 然后那个漆是一层一层的 它不是加那个上面的漆而已 对不对 不是说真正那个整块的漆器 是不是 它就是木胎上面 比方说是一般来讲 就是比较讲究的 大概可能要到200层 等于说一层一层的涂上去 然后在还没有全干的时候 还有一点软度的时候 它就要把这个纹饰 等于是说不要的部分剃掉 那剩下要的部分 就是说这样子才能够完成 那这个部分 就像刚才清雪讲的 你从剖面当中看得出来 它有剃的那种痕迹 因为现在的工艺品 更多是那个木雕的 直接木头雕一雕 就直接把你漆那个漆 涂层红漆就算了 没有那个真的一层一层 它这个最起码还有一层 这个好歹还是有剃啦 对啦 就是这样子嘛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先来看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剖面 就是这个有放大的 就是说你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漆雕来讲 你看得出来 它一层一层的 对...就是这样 对 它是这样子堆叠出来的 然后把这个部分给踢掉 那假如说是 就是工比较好的部分 它即使这个是踢掉的旁边 它也都会 算是打磨的都会很圆滑 都会很圆滑 而且就是越好的漆气 它的那个漆的厚度越厚 那这个其实不是很厚 对 那旁边的 就是边角的部分处理的 也没有说是很精细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剃红的漆气 这种剃红的漆气 其实从圆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对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圆代的漆气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文是非常的血液 就是说我们看到有很多元代的剃红 它大部分都是花卉文 可是它的花卉不会很繁复 它可能是一朵 可能是一朵牡丹 或者是一朵什么样子的花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不管是 就是花瓣 叶子 各方面来讲的话 它都算是很舒朗 然后算是很生动 这个是元代的 然后因为工艺一直进步 所以就是进展到了明代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明代的时候 它的花更为繁复了 等于是说它的那整个工 各方面来讲的话 更为复杂 构图也更复杂 那最复杂是到了清代了 像这件大概是乾隆时候的 这个算是剃红的漆气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更是工笔画了 等于就是说弄得非常非常的繁复 对 那等于就是 因为那时候工艺各方面很成熟 而且乾隆的品位 本来就是华丽繁复 所以在故宫里面你看到的那个 乾隆的那些契合 都非常的繁复 这个雕刻 其实是雕得非常的细致 对 可是我觉得 就美感来讲 我个人觉得元代比较美 元代是比较美一点 比较美 年代比较久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最起码它是 不是塑胶的 OK 就可以放兮了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个清代的衣服 你觉得它有年代吗 这看起来很新耶 老师这个大概是 家里面算是有钱人家的那个 这个女主人穿的吗 一般来讲 还是一般 一般当时清代的服饰就是这样 清代的服饰有分为汉族跟满族 那满族的话 是以奇人的旗袍为主 那这个衣服的样式 它算是大金山 那这种大金的衣服的话 袖口通常也比较宽 方便做事之用 所以它应该 你说这个地方对不对 对 方便做事 所以它不会是那种千金大小姐 或贵妇的衣服 那就我自己看起来 它一般 这个是工作服是不是 应该是一般平民妇女的服饰 比如说平常在穿的 或者是资深卑女穿的衣服 因为它上面还有 资深卑女 为什么说资深卑女 是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些那个绣花 算是还有一点 有一点点样式 它其实绣的 它上面还有 它这上面的话还有绣了 賀还有那个牡丹花 对不对 这应该也不至于倒是说 那种资深的卑女吧 应该是一般平常的人 在穿的衣服啦 比较像是 我也觉得它绝对不像富家太太上 对 不是富家太太穿的 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中国历代里面的话 服饰不尽相同 那大家都知道 那个唐代的话 鼎盛时期的话 盛世的话 那个武则天的服饰的话 那就富力堂皇这样子 对 然后每一个出来的话 都是那个唐代的一个美女这样子 这应该是在19... 清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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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年到1911年左右 清代这应该也应该是在清末了吧 清末 我记得好像明初时期的话 应该好像还看得到这种东西 我也觉得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他们的设计感 其实已经很十足了 你看他们做一个开金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拼接的一个方式 老师你说这个是清代的 对 清代 我问一下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年代 这个也是 民国 很厉害耶 你看清代的流行跟现在是差不多的 这是哪一个年代 之前不是说他有什么宋代的 有用宋代的一个意象吗 对啊 他说法是宋代 老师像吗 来 华航的新的制服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宋代的衣服 那个张淑萍是花样年华里面的 那个服装设计 那他特地呢 帮这个中华航空呢 设计了一套新的衣服 搞不好最近呢 你们在这个中华航空上面的话 可以看到这一套衣服 我问一下那个 那个 佩宇 那个宋代的衣服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 因为我就是看到了华航 他说他是宋代的一个概念 我就把宋代的衣服给找出来 这些是真的出土的宋代的衣服 很不容易 这样子比会越比越少 还出土耶 出土是原件啊 好啦 那没关系啦 我们看有没有一点点银子好了啦 对啊 其实你看得出来 我就是说宋朝的衣服本身是满漂亮的啦 因为宋代美学各方面来讲的话 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鼎盛嘛 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 这个线条各方面来讲 其实你看像这一件 假如变白色 你不觉得就很像Chanel吗 Chanel 因为香奈儿他会滚那种黑边 对啊 这个是真正宋朝的衣服 那说华航的衣服 是照宋朝的衣服的一个概念来 有啦 佩宇 我觉得左下方那一件 讲究腰身 然后贴身的剪裁跟这个贴的剪裁 你说这边吗 对 那个讲究腰身 这个部分是有点类似啦 有点绳势 那其他我看 要讲到一样是有些牵强 老师说 那贴身试试是有点像 对啊 所以真正宋朝的衣服 是长这个样子啦 也很漂亮啦 不过说实在的 现在的那个服装设计的话 已经走到了那个机能性啦 搞不好还是从宋慈的概念来的 宋慈嘛 往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搞不好从宋慈的概念 好 来 这一个是华航的一个衣服啦 好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件的话 是我们那个张老师他所收藏的 好 来评估一下 这个清代的一个女服 那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8000元 OK啦 可是它应该不会是古董 应该是现代的东西 其实8000块我就是算是一个 仿古服饰啦 这样子一件类似像洋装嘛 这样的概念来估的啦 因为这件其实我们看了半天 我们也是觉得它实在是不老啊 对啊 因为从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 用料来讲的话 我们都觉得很新 然后再来就是像它的这个刺绣的部分 我个人是强烈怀疑是机器绣的 因为它实在不像是人工绣的 对 很像是机器绣的 那因为听到你讲 又是在河里活道买 那那个真的就是 就是卖观光客的啦 所以第一个 你买的不会便宜啦 对啊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它知道观光客 来到这种东方中国 一定对这种中国的东西 充满了兴趣 所以就会有很多这种 防骨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你上课真的可以拿来穿 其实刚刚那个老师在讲 那个不管是官服 或者这个女服的时候 你看一下那个刺绣那个地方的话 那个绣纹的地方 如果有年代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那种毛毛的 有一点那个衣服 有没有被摩擦过那样子 有点那个时间的 那个岁月的那个痕迹 这个是完全感觉 而且假设是手工绣的话 我觉得它的绣的 也不会绣得这么死板耶 手工绣的那种 手工的痕迹还是看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它这应该是机器绣的 但是那个张老师 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你可以把它穿起来 真的很便宜 现在正在流行这样子的衣服 那你如果说搭一个那个牛仔裤的话 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啦 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 谢谢你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欢迎的呢 就是我们的美靈 美靈 你好 你好... 美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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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怕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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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那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应该对美靈不会陌生 艺南望可以看到你 对...大小小的 大小小的 你那时候怎么去艺南望 艺南... 就在当演员 然后就去演戏了 你那时候怎么做演员呢 做演员啊 不是在冰冬 你又开过 我不知道是後边还是前面 冰冬店 你也开过 对... 正过冰冬 对啊 还有水路 修理热水器 水电工程 对啊 那怎么后来 台湾的热水器修理流程 也是我写的 完全不知道 你说什么水电工程 修理流程 修理流程是你写的 还有台湾第一台干预机 也是我们以前 我们五个人研究出来 我们的客人 那你怎么后来怎么... 那你应该去做电器那一块 怎么会跑去 所以电工应该较适合你 我那个体格还不行 你这样还不行 最适合当老大哥 没有啦 然后就是因缘俱下 跟制作人 还有那个民事的总经理认识 陈甘信认识 然后就叫我去拍戏 刚开始好玩啦 水知道一眼就到现在 十几年了 因为他的外表 他的那个讲话的方式 跟他的谈吐呢 其实就很有戏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首先先来看一下 那个米粮的东西 都总是大老板送他 有什么大老板要送你这个 这个去华蓮 华蓮我一个大哥 他在...他去台中 刚刚在经营田航 他很多田航人买 他也很多这 我去的时候 也要处理一些事情 现在他在我们开工的当中 他说 我在掛这个 他说 我到底要自己去逛… 但是外面 他去为田航和为台湾南保 这是两种不同的三帝 他很简单 这种生意更好做 因为他两种都有 他把台湾的东西 拿去台中 不拿保穹 对 他跟台中把田航拿去台湾 对 对 他就很多这些东西 他就总 你买他自己逛 我就逛一下 說不好了 青菜三兩顆就好了 其實我們節目裡面出現過 好幾次的藍寶石 對 沒錯 那藍寶石的話 很多都是其實是印尼的 對 可是你這個是不是能夠保證 它是花蓮的 因為你如果這樣子講的話那個 不曉得 因為你跟那老闆很熟 對啊 對不對 這兩顆很大一顆喔 對 你怎麼不把它轉出來 因為一大堆 研究說要做什麼樣的比較好看 因為它是水滴的 我曾經有一個小的水滴 台灣的藍寶 真的台灣藍寶 我送給人家的時候 他做的一個介面 他還很好看 所以我在想說 先讓它 一滴形好像不太適合做介面吧 應該做墜子會不會 對…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也想這樣 如果我看了他做的時候 好像不錯 我來看說要大大顆 還有這樣比較清晃 我把它拿起來 我看一下你這個 這顆也藍 這顆不熟 沒關係… 你不用拿起來 我只比熟而已 我看一下這個熟才有一樣 來 要畫… 你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個顏色 我喜歡 我喜歡這個 他應該是喜歡這個 要不然他怎麼會把它加 這個顏色好像比較… 稍微比較… 會比較難說 然後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漂亮 這個好像有一點偏綠 你這個也是有綠 請問我建議 我們先來跟他公介紹 這樣好好跟米英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你自己鼓 我鼓 他鼓的價格很高 我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要這麼說 我沒有幾天 其實不會啦 OK 對 10萬好了 10萬 2顆喔 2顆還是2顆 2顆了…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兩顆的一個藍寶石呢 是那個大老闆送給米英的 來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將 9萬塊 插幾盤差不多 大家好 歡迎… 歡迎… 那我現在說兩條的事 三條的事 你老闆就可以怎麼選 這兩條如果是比較好一時 上去要有40萬的價錢 插在哪裡 我現在幫你報告 第一顆就是這個顏色 左邊火炎型這一顆 你看它的色是藍還是綠 我剛才有請問你這個問題 藍啊 藍帶綠 藍帶綠 有灰嗎 有啊 我跟你說 這有中間色 藍不藍綠不綠灰不灰 價格好不好 抱歉 沒計劃 但是因為它大顆 大顆還有三個問題 這邊有裂紋 上面那邊 那個是有9 這邊還有裂紋 9... 你這邊有三個裂紋 但是以這樣的單位來講 你這三個裂紋打折 就打了30% 漂亮了 再來 它打磨 這兩顆的打磨絕對是不一樣的 這裂紋很內行 這一件完全沒有裂紋 顏色比它要正一點點 結果它的打磨 表面完整性就比它更好 它的表面就是 一塊瓷瓷瓷瓷瓷 沒辦法之後 扭幽扭白不扭好色 所以它用放大鏡十倍 放大鏡去看的時候 可以發現到很細小 像平面狀的表面在上頭 連接這樣 不是很平滑的弧線 所以它打磨上的缺點 它打磨的功夫 沒有到那麼的... 比較好 對... 功夫比較好 對 這樣你9萬塊 這顆騎得多多少 這顆 這兩顆 這顆打五萬塊 這顆打四萬塊 因為這顆本來的貼質 它的顏色 跟它比到最多 它就比較吃虧了 帶灰帶太重了 我們紀念的說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三顆要熄 都一顆最漂亮 這顆是不是比較接近震燃 這顆帶灰帶太重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的管理給你剛才完全倒閉 現在幫你做一個鐵匙 應該是這一個比較好的 對 這個其實... 這一個的水頭 其實好像感覺起來 也比較好一點 這顆要焦至太乾 對 所以它不透 所以稍微調一下 你阿蓋你就... 冒失了 有啦... 每天喝熱水都拿給我們賺 你喝熱水沒喝 你如果說喝熱水可以送你這樣 兩顆這樣 一個喝... 連工找我來喝酒 喝熱水... 喝熱水... 我三次說給我賺 我跟他說 他喝熱水不是像送那個而已 還有那個喝... 喝熱水喝了 聽說你... 把人家打破那個手鐲匙 這就是我的朋友 我們喝熱水在... 你拿好 我拿這個... 我拿這個... 我拿這個來行 他拿... 他怎麼看 我喝熱水說 好 我拿這個... 我拿好 你把他拿起來 不破這樣啦 我說是不破... 他說 我沒騙你啦 他... 他在卡啦 我只說 你不要在那裡打的啦 很大聲 我現在給觀眾朋友稍... 建議一下 千萬不要這樣做 這技巧你這樣 下去那時候 你的朋友喝到麻紅包 那八分水 角度不對 對啦 你到那裡打的時候 對他打下去 我告訴你 一聲水健康 一腳比三、四腳 他就是要講說 對啊 他就是... 說我常常在掛... 掛的藥仔手上 他說這藥仔是誰好好的 你就不知道 他說我沒騙你 他經過來來附 你知道說 整半年那些 有這間 在那裡打下去 我說你要看牌 他就丟那個角 你知道嗎 他也說 他說要送我一個 我好 他送這家說要我掛打魚 我說 我女朋友讓你掛一家 不然你做一家大 這做來 太小了 我掛不下去 現在掛了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的骨灰毯 你看我又說那個毛毛的 他剛剛在那邊講 不好意思 那是我掛得像 不是 你說真的 這是骨灰毯 骨灰毯的食材 對... 那些食材有人造的嘛 有天然的嘛 這天然的那時候 五百萬的 骨灰毯 你說那個骨灰毯是五百萬 好像五百萬 其實這個水頭很漂亮耶 這個顏色 這家手塊 給大家看一下 它最漂亮的地方呢 其實是在這邊 剛剛看了一下 這邊有一些 帶綠的 翠綠的一個地方 他有沒有講說 這骨灰毯是什麼骨灰毯 你說五百萬喔 他好像那個骨灰毯五百萬 他說好像說什麼都有的 是緬甸啊 都有的翠...翠翠 翠翠 怎麼可能用翠翠當骨灰毯 你用緬甸就是翠翠啊 對 現在他用了 他說 他說那是 骨灰毯的時候 他說那有骨灰毯 那有骨灰毯 那切骨灰毯有切起來嘛 他做一鍋嘛 他的骨灰毯都做一鍋給我 對 我都把它弄得進去 這邊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旁邊這邊的話 有一個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壁毯 我不知道有沒有出口 這骨灰 骨灰 剛好是裂過來的 骨灰 所以我剛剛在講說 我要帶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我們請那個 連老師幫我們仔細看一下 你說這是緬甸來的 緬甸來的就是翠翠翠 對啊 他就跟我說我這樣 用翡翠當骨灰毯 對啊 要很長 很長 你怎麼問說那個 我沒有 你看什麼 我跟他用 這聲 不會 我用骨灰毯 用骨灰毯 沒關係 我跟你說 你如果正經五百萬的骨灰毯 我也幫你收 沒有 我用骨灰毯 用骨灰毯沒有骨灰 好啦 你如果說騎五百萬幾 才差不多多少 對啊 你 現在我給你勾幾乎一萬塊 你勾一萬 你不是說是翡翠嗎 補修 補修 因為它有那個 骨灰這麼漂亮 它有那個骨灰 好啦 因為它有一個列文 對啊 好 林老師可以嗎 OK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 我們的Villion獎 他說是緬甸來的翡翠 我也高度懷疑 好 這個翡翠的一個手桌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來吧